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point就在这里 现在在野党不是跟你argue这个item的问题 他们就认为不要谈嘛 对不对 现在执政党说我们一定要谈一定要签嘛 所以跟这个下面的item根本没有关系 因为你都没有结果那你argue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说到现在主要政杰要不要谈的问题 所以debate 我也是觉得说这个debate来讲 绝对不是debate item的问题 因为item还没出来 所以debate的东西当然就会涉及到说 这是不是台湾该做的事情 那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说 如果从经济面来看的话 那这个debate是说 free trade是不是台湾该走的方向 对不对 就是你是operness还是closed door open door还是closed door的一个debate 那当然如果有一些每个人的观点切入不一样 而且从政治面前进去 他觉得这个debate是关于什么 可能有人会认为他是关于两岸同独的debate 一定会有人这样解读的 因为台湾的社会非常的多 有不同的ideology 对台湾的status也有不同的common跟opinion 所以有那样子的解读我也不意外 那重点就是说 那majority 在这个society里面的majority 他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那这个ruling party 还有这个现在的government 当然绝对 绝对 把目前的这一个ACFA的东西 看成是一个主要还是两岸的一个经济问题 从这里来看 那也会非常cultuous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不会stupid到不知道China的 man and China的political intention 不可能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嘛 全世界都知道 那不可能说总统或执政党不知道 China的intention 只是说 你面对 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跟debate 可能民众会看 就是 How would you deal with China? OK Different approach Different entity to face China 而且是Rising China 它不是一个old China 它是一个new China 你必须这样子看待它 So how can you deal with it? 或者live with it? 如果说民众选择是你的approach 那当然他就会赞成你去做这件事情 那从另外的角度来讲 上一次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就是2008年总统大选 其实那个也是一个两岸问题的选择 马英九总统的政见很清楚嘛 就是他现在上海做的 两岸的问题是各自争议 先处理经济再处理政治 三步 这一直都是他的principle 所以当初如果六百多万票 七百万票投给他 就是代表我支持你的两岸政策 那在这个两岸政策的大逻辑底下 我来推动两岸的经济合作 是合乎他原本的逻辑的 对不对 principle是这样子嘛 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现在只是说 可能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或许有一些处理问题的过程 可能没有立即得到民众的认同 所以可能民众有一些hesitate 或者是question 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confident enough to trust you 我确实是现在 现在对执政党来讲 或对政府来讲 我们最大的一个challenge 我们必须continue to convince the people that we are doing the right policy 那执政党也会负责 因为如果这个东西 这样讲 如果这个ACFA或者是说两岸政策 做出来的效果 假设ACFA以前 那效果假设不好 我想选民 台湾是very democratic the next election you will see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个人觉得是说 你不可能去交代所有的item 这个鸡排想爱特别 我觉得那不是key key是一个trust的问题 就是我是否愿意 我觉得 把这个代理权交给你 我放不放信 我们要争取的是这个 那这个我希望说 总统在这个debat里面 可以展现出来 一个让人民confident 然后愿意trust的理权 交给你去谈谈谈谈谈的问题 没有问题 你可以谈出一个 对大家交代的一个结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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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